越式八番手 前八番 第二路 第二路 进退连环 先看一下第二路的套路 驴手 扑面 秦万齐眉锤 四平锤 先讲两种最基本的驴手法 一个是通天锤驴手法 二是护肩长驴手法 先讲通天锤驴手法 所谓通天锤就是直接打脸的手法 在套路里就是回身这个动作 左手一按 右手就往上打 接着又不得往回架 左手有扑面之一 通天锤就是直接攻击面部 不管它架不架 回手一减就变成了驴手 对方打来 向腋下斜按 直接扑脸 右手扑面 向回一带 就用一只手捆住它两只手 进而左手扑面 驴手不一定非得用手 用胳膊夹夹住它的手 也一样 这个手法随时可用 通天锤作为打法也很好使 这是用锤 中门直进 都是这个动作 用锤 用掌 都是可以的 通天锤变化很多 这是摔法 直接捏下去 这是走外门抢步通天锤 这是出脸以后 跌法 这是里门闪步通天锤 注意看角度的变化 里门打以后 可以再加摔法 这是走里门手的通天锤 这是走里门手的通天锤 对方一惊 重手击输 反过来 隐一样 这是盖杂通天锤 这是盖杂通天锤 直接砸百会 直接砸百会 也可以用掌 拍击以后 接着向后搂头 再加上调肘打脸 我盖杂通天锤 我盖杂的时候 它如果向上拖 解决不了问题 我只管向前伸 搂头 或者抓头发 它拖我的肘 我也可以旋转小臂 改变立点的角度 注意 加上步法 向另一个方向旋臂也行 总之 遇到脱肘 要发挥三节的旋转变化 它打得高 我可以走腋下尽手的通天锤 还可以变成抓拿的办法 抓鸡拳 云门 这是斜方向的通天锤 向前墙步 变成摔 这是外门斩径通天锤 斩径以后 也可以向后勾脖子便抖打 搏击的时候 变成打法 斩后脑的丰腐穴 是要命的地方 斜从天锤 不管它架不架 腿一点就变铝 这也叫翻花手 只要一打手就可以用翻花手 从哪个角度都可以翻 我向它脸上伸手 它伸手招架 遍步就摔它 手向它的脸上伸 动摇它的重心 脚从下面勾搬 就形成很多的摔法 变化无穷 不必细说了 在这面绘中 但不可以说 这地方是无穷的 那得快使用翻花手 使用空间搜索 保鲜